台中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涉嫌侵占機密公文一案 特徵組今天宣布 檢方將依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罪 將陳水扁起訴 特徵組發言人表示 前總統陳水扁涉嫌在總統任內 侵占含機密檔案在內的公文是一萬多件 而這份起訴書分為三大冊 超過一百二十萬字 創下了司法紀錄 陳水扁他親口坦誠 要拿機密公文 是要來做自己的回憶錄 並且蒐集前總統李德輝 前副總統連戰 還有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人的黑資料 特徵組是以隱匿公務員職務上 掌管之文書最刑度最重 最高將被判處七年六個月